陈平平的眼角眯了起来 嘲讽的看着庆地 还有那老狮子报纸 花边 他所说的报纸是开启明智的东西 却不是内庭里出的无用狗屎 上面不应该只登着我这条老黑狗的故事 而是应该有些别的内容 陛下您认为我说的对不对啊 皇帝的脸色越来越白 白到快要透明起来 根本没有听到陈平平最后那句话 陈平平刻意的望着皇帝陛下 你或许能说服范贤 能说服自己 这些年来 你为了当年淡州海盼 城王府里的事情 在努力做着什么 在努力的弥补着什么 实践着什么 但你说服不了画像中的他 只不过如今的他不会说话而已 但陛下你也说服不了我 很不凑巧的是 我现如今还能说话 皇帝沉默许久 苍白的脸色配着他微微发抖的手指 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深处已经愤怒到了极限 他缓缓抬起头 望着陈平平冷漠说道 朕这一声 其实做的最错的事情 就是当年还是太子的时候 听他说 朝廷百官需要一个独立的衙门进行监督 所以 朕不顾众人反对 尚书父皇 强行设立了监察院这个衙门 朕更不应该听他的 让你这条怎么也养不熟的老黑狗 这个浑身尿骚味的烟人 做了监察院的第一任院长 庆帝的声音很平静 平静之中却夹杂着无穷的寒意 陈平平沉默许久之后 抬起头十分平静的说道 就连监察院 我这条老黑狗死命看守了数十年的监察院 只怕也不是他想看见的监察院 皇帝听着这位老脖子悠悠说道 监察院是监督百官的机构 却不是如今畸形强大的客户机构 尤其是这个院子本身还是陛下你的院子 陈平平忽然难看的笑了起来 双眼直视皇帝那张脸 还记得监察院门前那个石碑上写的是什么吗 那是一段金光闪闪的大字 永远闪耀在监察院阴森的方正建筑之前 不知道吸引了多少京都百姓的目光 然而却永远没有人会真正的把这些字看得清清楚楚 监察院的官员都背得很清凉 然而他们却不知道这段话背后所隐藏的意思 最关键的是 当年的那些人或许知道这段话的全文 然而不论是皇帝还是别人 或许下意识里都遗忘了这一点 整个天下只有陈平平以及监察院最早的那些人们一直记得那段话 我希望庆国的人民都能成为不羁之民 受到他人虐待时有不屈服之心 受到灾恶侵袭时有不受挫折之心 若有不正之事时不恐惧修正之心 不向柴虎献媚 这是叶青梅留给监察院的话 然而这段话并没有说完 后面还有两句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就这样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陈平平默然的望着皇帝陛下 枯干的双唇微微颤动 一字一句说道 我希望庆国的国民每一位都能成为王 都能成为统治被称为自己这块领土的独一无二的王 陈平平的眼光里带着一抹灼热 以及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执着 监察院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用来监察你的呀 御书房又安静了下来 从黎明前最黑暗的那一刻到朝阳月出大地 再到暖暖晨光被乌云遮住 稀稀利利的秋雨飘续式的落了下来 在这样一段时光之中 御书房里的声音就像是天气一样 时大时小时而暴力时而像冰山一样安静 此间的气氛更是如此 一时紧张刻薄 一时沉默铁血 一时一往事而枉然 一时说旧事而寒冷 庆国的皇帝陛下与陈平平 本就不是一般的君臣 这二人之间的战争 也与一般的战争有太多形式上的差别 直到此时 陈平平只是言语 或许只是言语所代表的心意 在那里举着稻草刺着 扎着 盼望着能将对方赤裸而娇嫩的心脏 扎出斜点 刺出新鲜的伤口来 一抹并不健康的苍白 在庆帝的脸颊之下久久盘缓 不肯散去 他的眼眸空蒙 不 应该说是十分空洞 危险瘦削的脸颊 配上他此时的神色与眼神 显得格外冷漠 谁也不知道庆帝此时的心头 究竟有怎样的惊涛害浪 他只是静静地看着陈平平 在沉默许久之后 缓缓说道 你凭什么来监察 朕 朕舍弃了世间的一切 所追寻的是什么 你们何曾懂得 这是身为帝王 对于老黑狗的一种不信 然而陈平平的双手 很自然地搁在黑色轮椅的扶手上 淡淡地看着他 眼神中有的也只是冷漠和不屑 君臣二人彼此对彼此的冷 彼此对彼此的不屑 就这样弥漫在整个御书房里 陈平平微垂眼帘说道 陛下您再如何强大 沁国再如何强大 可你依然改变不了一个事实 你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 沁国之强大 最终还是依靠于他的一策 如果不是他留下了内裤 源源不断的向朝廷输送着赖以生存的血液 如果不是他留下了监察院 帮助陛下控制着朝堂上的平衡 我大请连年征战 你如何能够让沁国支撑到现在 你想证明没有他 你一样能够把事情做到最好 甚至比他还活着的时候更好 陈平平缓缓抬起头来 沙哑着声音说道 你想掀开他盖在你头顶上的那片天 然而实际上你却只是证明了 你必须依靠他 你不如他多疑 陈平平很平静自然的话 刺中了皇帝心脏的最深处 皇帝忽然想到三年前的那个雷雨夜 自己在后方不远处的广信宫里 曾经亲手掐着李云锐的咽喉 对着那位最美丽的妹妹说 你怎么也避不上叶青梅 她的心头微动 面色微微发白 薄而无情的双唇抿得极紧 冷漠说道 历史终究是要由活人来写 朕活着 他死了 这就已经足够了 所以说陛下你又何必还解释什么 你只需要承认自己的冷血 无情虚伪自卑 陈平平的脸上浮出一丝笑容 这样就足够了 皇帝忽然微朝开口说道 他真的是一位仙女 不食人间烟火 大慈大悲 还是说在你的心中 只允许自己把他想象成这样的人物 不 不只是你 包括范健 包括靖王那个废物 恐怕还包括安芝在内 你们所有人都认为朕冷酷无情 却放肆地凭由自己的想象 在他的身上描绘了太多的金边 他不是一个人 也不是一个仙女 更不是一个来打救世间的神奇 皇帝悠悠叹息了一声 眉头渐渐皱得极紧 缓缓说道 他只是你们这些人 不 以往包括朕在内也是 他只是我们这些人的想象罢了 朕往往在想 这个女子是不是根本从来没有出现过 只是任由我们的想象汇聚在一起 才凝成了这样的一个人 陈平平冷冷地摇了摇头 你知道这不是事实